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买基金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今天你买的基金跑赢大盘了吗 最近很多年轻人沉迷在社交网络上面讨论买基金的事情 那有人说年轻人理财是源于无处安放的现实焦虑 的确现在工资的增幅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996的生活看起来又没有任何的出入 行业内卷也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很多年轻人选择了理财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收入 那在去年基金大火的情况下 很多人闭着眼睛都赚到了钱 短时间内也是俘获了一大批想要获得财务自由的年轻人 甚至一些国内的明星基金经理都出现了狂热的粉丝 那像是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坤坤不是蔡徐坤而是张坤 全世界最好的春春不是李宇春 而是张彦春刘彦春等等这样子的宣传标语 原来是用来给那些偶像明星应援的这么一个宣传标语 而现在成了那些梳了头发 却赢了全世界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宣传标语 因此很诚实际上有这么一句话流传在基金投资者的圈子里 宁愿自己倍率也不愿意自己的基金倍率 那在基金狂热的背后现象 我作为金融的从业者 也是想聊一聊大家对于一些基金目前的一些可能的误区 虽然可能不一定全对 但是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基金投资来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人认为基金投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更靠谱 或者说更稳定更安全的投资方式 但是其实基金的投资的类型也分了很多种 比如说像是有股票型债券型地产型货币型等等 那同样的也有成长型价值型和平衡型 还有像是主动型和被动指数型等等 最终要看的是这个基金最终的投资标的 而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表现比较好 尤其是从去年来说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基金 大部分的一个投资标的还是在股市里面 那所谓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基金更靠谱的原因呢 无外乎是因为觉得基金经理更有经验 而且基金经理呢手里也握有大量的资金 那可以通过像是地区分散 行业分散和个股分散的一些组合方式 来达到最终风险分散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有些时候资金越多 对于基金来说也不一定全是好事 因为资金越多盘子越大 那么同样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 因为目前市场上好的那一些投资标的 或者股票啊无外乎就这么几只 那基金经理啊为了让自己的基金看起来收益更好呢 那么就会扎堆选择那么几只收益比较好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投资抱团的现象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当股市上涨啊 很多基金经理会选择卖出手里的股票 但是呢船大难掉头 你卖我也卖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互相踩踏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是最先卖掉的那一批 那同时呢就会面临一定程度上股价大幅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更不用说啊 当你觉得这只股票到了能够卖出的地步了 但是呢因为你不是这只基金的最终操盘人 那往往啊有些时候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有些时候啊买基金并不一定比买股票风险来的小 甚至啊你买股票面临的风险基金呢同样都会面临到 并且呢像是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在买基金产品的时候也是同样适用的 那像是一些基金啊宣传上面是15%甚至是20%的一个年化收益 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但是呢这个其实只是基金经理根据他的投资策略来给出的 对于未来收益的一个预期并没有办法保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收益 另外呢基金呢和股票其实是一样的 最终来说都是一个讲究基数的数字游戏 比如说啊有这么一支定头型的基金告诉你啊 一年的年化收益能够达到20% 但是呢其实啊我们仔细算下来 你如果想要达到年化20%这么一个收益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假设你会需要在去年的今天一口气买入10万的一个基金 同时呢在今年的今天一口气全部卖掉 那么你才能够实现这20%完整的2万块钱的收益 否则的话你想你如果是分批建仓或者是分批卖出的话 你获得的年化收益是远远不及这20%的 所以啊虽然说数字不会说谎 但是呢数字和现实其实是往往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当市场遭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的时候 尤其是在今年春节之后 基金市场呢一片绿悠悠 很多的年轻人啊也是采用了非常佛系的理财方式 只要我不看只要我不卖那么我就没有亏 或者是啊只要活得够久 白酒就可以重返巅峰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理念 那由此呢也引申出来一些新的一个词啊叫做90后 就是指呢那些因为基金大跌而破灭了原本可以坐拥百万资产的梦想的这么一批 在1990年之后出生的韭菜们 那在我们以前呢经常会听到老一辈的感叹啊 说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多的是月光族 吃完喝完花完 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基金的投资群体逐渐年轻化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啊尤其是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个年轻人来说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这一个群体现在更多的希望是以理财的方式来获取收益 而并不是很多人像是以前可能坐在家里啃老坐吃空山 或者是盲目追捧那些财务自由 以及盲目追捧所谓成功学的这么一些理念 相比于呢给那些流量明星 应援来说啊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呢现在选择了给那些 能帮自己赚钱的明星经理应援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当饭圈文化的非理性如果衍生到了 原本是需要理性来应对的金融领域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的个人主义的崇拜 或者说很多年轻人啊会出现非常不理性的去借钱 甚至网贷来做基金来买基金 并且呢也是寄希望于像是这些偶像明星基金呢 能够早日帮自己实现财务自由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我作为相关的金融从业者来说 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是非常不可取 并且也是风险极大的 那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 其实这个时代能够赚钱的方式或者渠道呢 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最终只能赚到在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那一部分钱 而想要成为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呢 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对于金融和理财的一些认知和知识 并不是盲目的跟从或者说从众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最后被割韭菜 甚至呢会被一些资金盘或者说庞氏骗局 被骗的连底库都不剩 最后呢只能苦苦去维权这么一个地步 那尽管我们go markets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像是网课直播视频和这个中文版的股评报告等等 给我们的投资者一些市场上最新的一些市场的趋势 一些分享以及一般性的投资建议 但是呢我也希望了投资者可以做好自己的一些调研 了解一些基础的金融知识 并且呢做好风险评估 同时呢我们也是需要对这个市场抱有一个非常清醒 以及深刻的认识 没有永远下跌的市场 也没有一直上涨的市场 保持好良好的心态 那同时呢对这个市场呢也是需要保有一个敬畏心 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做生而被割 生生不息的韭菜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